在2019年10月14日,香港電台的《香港家書》由中大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恩榮寫給學生 大學生將成為香港寶貴的資產和經濟主力 她說:「朗謙同學,昨天收到你的電郵,叫我幫你寫推薦信,知道你今天在社會動蕩時要找工作遇到很多挫折並感到徬徨和沮喪,記得你入第一時選修我的課,一轉眼已經是四年了就快畢業,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因為反修禮運動經濟急速下行, 職業空位大減,況且因為運動出現了暴力,不少僱主拒絕聘請大學生大學不如生,更加雪上加冰 其實香港大學生有十幾萬,而警方估計所謂的勇武只有幾千人 不少年輕人雖然職業參加了反修禮為奴,而且拋過汽油彈和使用暴力,但終究是小部分 因為小部分人的暴力,而標籤一整代的青年,明顯欠功勻 然而無論香港僱主,當我不願意,最後都要拼用香港的大學生 香港人口急劇老化,勞到人口已經見頂了,正出現嚴重的勞工短缺 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已經達到退休年齡,今年剛剛到60歲的人口多大12萬 以後每年都會逐漸增加,而今年達到22歲的大學畢業生,年齡只有8萬 以後都會每年急劇減少,新的數目遠遠少過退休人士,年輕人的大學生將來會成為香港寶貴的資產 況且未來幾年有不少香港人大會移民,能夠移民的大部分都是中產和較高端的人才 將來剩下的大量空缺,需要年輕人一代的填補 正如以前90年代,因為香港前途問題外移的香港人 給予當時年輕人迅速進升的機會 香港固然可以輸入外勞,而且大量輸入高科的勞動力 就不容易 最近因為社會動盪,不少外地的人都不願意來香港 內地青年來香港進修的意願亦下降 香港需要對本地有承擔,並且以香港為家的大不如生 那些騎牛尾馬,或者以香港為搭的世界外援,難以成為香港經濟的主力 凡事還有兩面 反修例運動一方面,暴露了當代年輕人的弱點 例如小部分年輕人濫用暴力 也有不少年輕人盲目衝動,甚至嬌橫拔軒 這些缺點是需要學校、社會和年輕人自己認真檢討 另一方面,反修例運動也展示了年輕人眾多的優點 例如 對社會有承擔,重視公義 願意為自己認定的目標,奮力和犧牲 運動之中,花樣眾多的抗爭方式和高水平的民宿 也展示了香港年輕人的驚人創意 無論是當權者,僱主或者年輕人 都需要有長遠的眼角 能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學運和社運 歷史上有十分負面的社運 例如日本的赤軍 和全學年 他們迷信暴力 結果被民眾拋棄 另一方面,歷史上也有不少對社會有正面貢獻 貢獻的激進運動 例如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反越專運運動 今天香港政界和商界的知名領袖 有不少在大學時代 曾經積極參與學運 並且通過獲運得到當方面的鍛鍊 包括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 也擴闊了視野和生活圈 對於當代難以合群的獨身子女 這些鍛鍊是尤其重要 社運是禍是福 要看年青人自己的選擇 更加要看北京和香港當權者的智慧 如果香港的年青人 仿效當年日本赤軍的恐怖主義 當然十分不幸 可恕 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脫離群眾的運動 很快就會煙燒、雲散 相反 如果香港的年青人能夠突破自己 二為二的盲點 以理智的態度推動抗爭 又如果當權者 也能放棄無限上網的 鬥爭思維 以無實的態度回應 年青人和市民的訴求 香港的前途就 變衝無限可能 變衝無限可能 一個知名的企業家最近對他說過 如果香港的年青人 能夠以反修例味道中的 自然的一往 無前的衝勁和 層出不穷的創意 和投身 初創企業的話 香港創新科技 和創意產業 一定會有丟人的成就 無論年青人 有什麼 不是 當權者和僱主 都不應該輕然放棄他們 因為放棄年青 青年就是放棄香港的未來 朗軒 從我對你四年的觀察 我知道你的強項和優點 也都明白你對社會和香港的承擔 更希望你有智慧 衝破自己的局限和盲點 這樣你和你的同學 才能夠成為 未來香港的中流底柱 他署名是用YW 2019年12月14日 我順便說說這篇 文章如果作為回應一個要求他寫推薦信的人 有幾點都說得不錯 先和他分析了目前現在的 香港就業的人數 那些老年人或者是退休人士 陸續增加 而能夠填補這些空位的那些年青人 數目也很少 所以 找工作應該是沒問題 這個當然 在有一個 前提之下 前提是香港的經濟 能夠維持現狀 如果香港經濟是萎縮的話 這是另當別論 即是說當香港經濟萎縮 那你那些離職人士 離職之後 那些 僱主 就無需 找人填補這些虛毀 因為他根本是需要 縮小 人力資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年青人仍然是沒什麼 大的出路 現在這裏說到就是 中間參與勇武的那些 不是大多數 這個我多次強調 就是應該 有一些機制 能夠將勇武 和那些 是真的 好學 有上進心的那些青年 分別出來 如果那些大學 不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這些同學仍然是有非常大的困難 找到職業 平心而論 作為一個僱主 如果請到一個 新的僱員 在自己的 公司裏面 組織這樣 組織那樣 搞破壞 這個對僱主來說 是非常 不智的 所以他們就想 為什麼會先有這個結論 說不請 香港這幾屆的大學生 因為他們看到的就是 這些大學生全部 都是極力支持 這些破壞活動 雖然有部份學生 他們是沒有直接參與 那個暴力的 破壞 但是他們支持這個 暴力破壞 對公司來說 仍然是一個危險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這個 就業機會 一樣是不解決 而且 現在那些 鬥爭者 說的是攬炒 攬炒的結果 就是香港 金融的經濟收縮 在經濟收縮之下 職業 職位 自然是收縮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樣是 找事做 很難 我多次強調 我們不能放棄 香港的 銀青人 到底 這裡是 700萬的家 所以我極度反感 人們提出 攬炒這個概念 這是絕對不正確的概念 只是 兩個婦人 欠一個小孩子 那個非青山武才會願意把孩子斬開兩塊 一人半 希望大家明白這個語言的後面的道理 為什麼會有人想攬炒香港 這個正正就是 想將英語斬開為兩個 兩部分的人 這些人並不是為香港好 現在的問題 是如何將這些人 和真正在香港 紮根 願意為香港努力 那些人分辨出來 分不到的話 僱主的唯一選擇就是 不請這些人 無論 人手多短缺 他寧願請一些暫時的外奴 都不願意 拿自己公司 將來打賭 這個賭卻對他來說 贏的 不多 輸的 太重要 大家明白這點之後 就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僱主公開表明 不會請未來的大生 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就這樣 說我們這個 職位有空缺需要人才填補 這些公司 他寧願請外奴暫時 都不會願意 給一些會對他公司 有嚴重破壞的人 入去的公司 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要 很清楚地分辨到 哪些 是沒有參與 就算那些 參與靜坐 他也認為 會有潛在的危機 正正確確把這些人分辨出來 除了勇武已經犧牲了 沒有了他們的前途之外 其實他都是真是連累了 一大批 參與靜坐 支持著他們的 所謂和理非 和理非的位置 只是 和勇武 50部和100部之差 作為一個公司 他們是不願意 沒有這個 滅頂之災 要脅 當然 這篇家書 還是鼓勵 年青人 繼續抗爭 正正是因為這個鼓勵 我覺得這篇家書 是非常之負面 其實 強調 香港的前途 是要融入 大灣區 香港以往 是靠中國 唯一 出入口窗戶 而成功的 未來的香港 要尋找的機會 一定要能夠看到 地緣政治 要明白香港 是大灣區的部分 要好好地利用這個機遇 你不懂得利用這個機遇的話 對不起 香港 會一直 沉溺下去 希望大家明白 到底 的原定政治 對香港重要性 拜拜